對你的網站也沒有幫助 最後一招 第15招 就是我們要利用一些工具來分析我們的網友 我們的訪客從哪邊過來 在網路上有一些免費的工具 譬如說 Google 的分析工具 Analytics 它可以直接把免費工具直接按插 遷入到你的網站裡頭 你的網站裡頭就可以 只要有人進來你的網站 Google 的分析器就會去採集到 這個人是從哪邊過來的 看你的網頁多久能離開 從這些數據裡面 我們就可以知道 這些網友是搜尋到哪些關鍵字到你的網站來 或是他看了哪些內容之後就走掉了 可以給自己一個參考 這樣子可以幫助我們自己了解這個網站 好好的分析這個網站進來的人 是從哪邊來的 然後哪一個網頁被看的最多 哪一個網頁被讀取的最久 提供給大家這15個方法 希望大家能夠在未來的日子 好好的針對自己的網站 針對這15個方法 只要仔細的去做的話 其實它是一個蠻有用的 而且它是一個很關鍵性的方法 它不是一個投機取消的方式 因為這些方式其實都很符合人性 一般我們在看網站 其實不要一直把它想成說 SEO我應該怎麼樣讓我的網站被搜尋情收到 我們應該想的是 我的網站內容應該怎麼樣讓人看到就 很想再回來看 或者是看到以後就很想分享出去 或者是看到之後他會覺得 我下次還要再來 最後一招 分析網友來自何方 這個我們就建議利用Google的分析工具 Google有一個 你只要搜尋Google分析工具就可以找到 Google有提供一個分析工具可以把這個程式碼直接插入到你的網站裡面 比如說你要分析你的部落格 那你的部落格可以新增一個區塊放在右下角 這個右下角就插Google工具的HTML簽入碼 這樣就可以了 那以後我們就進Google的帳號就可以去看這個簽入碼 簽入到某一個網站去 我們就可以去看一下這個網站的圖形 你這個網站到底是誰來看 看了多久 看多久之後就離開 這就是我們這15招分析搜尋型優化的秘密 結論 每一個項目都是搜尋型的評分項目 專攻單一項目並不會達到最好的效果 每一個項目如果都能夠做到最好 那我們才能夠達到整個網站SEO最好的效果 謝謝大家 好 那結論 結論就是每一個技巧都要平均的使用 不要只著重在某一個技巧 因為這些SEO的技術 它其實也不是一種技術 它只是一種 在我們寫文章的時候 我們這樣舉例好了 一般我們寫文章 寫作文的時候都會分段落 那每一個段落呢 像寫書的人都知道 我們一定要先寫大綱 那大綱我們可能會標出題字 那出題之下再寫我們的段落 那每一個段落呢 我們裡面一定會有我們的關鍵字 也是我們要講的一些關鍵字 那搜尋型呢 它也是根據這些原理 就是你寫的文章如果段落切得好 然後你的主題很明顯 就是你今天要講的這篇文章的內容是什麼 那我們主題就要標得好 讓別人一看到主題 還沒看到內文的時候 光是看到主題就能夠知道你這篇文章要講什麼 而且非常吸引人 這樣的文章就非常的成功 那我們 我們在寫文章的時候 如果能夠照這樣子循序漸進的去寫 那一般正常的人類會很喜歡看 而且文章的價值如果夠高的話 也就是說你寫的文章能夠幫助人 你寫文章非常的有趣 或你寫的文章非常的有用 能夠幫別人解決掉很多問題 那這樣的文章自然就會被人家分享出去 那不管這個文章是不是被搜尋情喜歡 但是至少真正的人喜歡了 這個才是最大的重點 那再延續剛剛的這15個步驟 好好地去思考一下 每篇文章除了讓人喜歡之外 譬如說你還要插一些圖片或者是影片 讓人看完文字之後又看到圖片會很吸引人 甚至有影片會很吸引人 那這些文字又有出題或是超連結 讓搜尋請喜歡 圖片也有標說明 ALT的屬性說明 讓搜尋請能夠知道這個圖片是什麼樣的內容 那如果這樣子都做到之後 我保證這個網站半年到一年之後 每天來的人數一定超過百人 我不敢講上千人上萬人 但是如果你有每天去update 每天喔 如果你有每天去update你的文章 那這個網站至少半年後 至少每天都會有一百個人來看 每天都會有一百個人次來看 這是我自己實際的操作經驗 跟大家分享 謝謝大家 我的遙控器呢?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